这三种夹杆主要用于石头的铁锈的抛光跟除锈 然后下面给你们演示安装 需要按住这个按钮 然后转动夹头 再把这个拨杆放进去 再用手捏紧 然后按这个启动的调速按钮 这是一档 二档 三档 四档 五档 然后可以进行铁的打磨 除锈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更换夹头也需要这边往下按 然后把这个钻出来 再把这个放上去 再按键 再按键 好听 这几种磨头主要用于打磨铁或者是石头或者是木材都可以 然后下面演示 可以打磨这些铁的毛刺 毛边 开始修补 夹床可以转动这边的旋钮 可以让它往前或者往后 用来固定物品 比如说固定石头 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往后转 这里调整位置 再把它往前转 夹紧 就可以了 好 金刚磨针30件套主要用于石材 铁等金属物品的表面打磨 跟刻字 下面演示 可以很轻松的把自己的字刻在这些石头上面 这个两个通用夹杆是配合这边所有的这个切片使用的 这个是切割片 这个是金刚石切割片 这个用于木材 塑料件 这个用于石材 还有金属比较坚硬的物体 这个也是用于金属双网切割片 这个是树枝片 也可以用于金属的切割 下面演示 用这个红色的皮圈 红色皮圈的夹杆 转开 然后 把这个红色拿出来 拿出一个 留一个 另外再安装进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再把后面套上去 再用这个夹杆 把它套上去 好 再把它安装到这个上面 就可以进行金属的切割 上面演示 可以进行紫金属 好 可以了 更换切割片 需拿一致螺丝刀 转动这个旋钮 顶部 然后 再让 让其转出 再更换这个磨片 这个金刚切割片 也可以使用这个 大的金刚螺杆固定安装 一致行 然后再安装到机器上 就可以进行石头 石头 玉石 闻完核桃的切割 砂圈需要配合这个砂骨使用 可以把它套在这个砂骨上面 让它套紧 然后再用十字形的螺丝刀 把这个头部 转紧 让其固定 好 这个刹圈就很紧了 然后再把它安装到机器上 就可以进行金属的打磨 好 好 好